大家好 我是大雄 2月18日 乌克兰总参部公布过去24小时俄军战损 死亡了1,080名士兵 被摧毁40门火炮 11辆坦克和53辆装甲车等重装备 昨天 在阿富蒂布卡前线 乌军记录了俄军两架苏34战机和一架苏35战机 三架战机和五名飞行员灰一杯严灭 乌军撤离阿富蒂布卡 俄国防部长当天向俄总统报告说 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乌军的重要防御枢纽 阿富蒂布卡市 目前 俄军正采取措施 继续肃清室内的乌军人员 并包围仍滞留在阿富蒂布卡交化场内的乌军部队 俄防控制的面积为31.75平方公里的地区 在攻取阿富蒂布卡的一天时间内 乌防损失超过1500人 俄总统对此表示祝贺 但是俄军占领了阿富蒂布卡是真的 说乌军损失1500人 就不靠谱了 根据第三突击旅发布他们掩护友军撤退的视频显示 并不存在所谓的溃逃 而是有序交替掩护撤军 而另一个视频显示 乌军D-225 OSHB-10和特种部队 击退并摧毁了生命之路附近的俄军 一贯比较严谨的战争研究所也称 俄军没有完成他们对乌坎军队的包围 严谨估计的数字是 乌军战死200人左右 被俘4人左右 乌军在撤退过程中还抓了不少俄军战俘 泽连斯基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回应称 从阿富地夫卡撤离是专业和正确的决定 自去年十有以来 乌坎军队一直在阿富地夫卡 完成消耗俄罗斯人力资源和装备的使命 现在他们完成任务 占领者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士兵 阿富地夫卡俄乌人员战损比为7比1 俄罗斯人摧毁了乌坎城市 得到了一片废墟 白宫昨天发布声明表示 乌克兰自阿富地夫卡撤军 属于国会未能采取行动 导致弹药供给减少 乌坎军人不得不实施弹药配给 进而让俄罗斯取得几个月来的第一个重大进展 白宫的声明声讨了美国国会的不作为 呼吁国会立即批准队伍援助法案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在家乡参加教堂礼拜后 对记者说 我今天下午与泽连斯基进行交谈 让他知道我有信心 我们会得到这笔援助款 他说 美国国会议员不通过提供给基辅当局的军事援助 是荒唐且不道德的 我将竭力争取 让他们取得所需的弹药 这次乌军撤出阿富地夫卡 如果能换来美国众议院通过援武法案 也是值了 国际方面消息 加利总理奥尔班在安全会议上表示 布达佩斯已经开始批准 魏典加入北约 可能在一周内发生 由于俄国人在历史上 给匈牙利人留下的印象不是很友好 匈牙利的民意并不像奥尔班那样亲俄 在民意的压力下 匈牙利总统已经辞职 奥尔班如果不拿出点表现 他的总理位子只怕也不晚了 杰克总理宣布他的国家以及荷兰 丹麦和加拿大 正在全球市场寻找拥有炮弹的私营公司 他们已经发现了50万枚155毫米口径炮弹 和30万枚122毫米口径炮弹 杰克总理说 如果拿到购买炮弹的资金 这些炮弹将能够在几周内运到乌克兰 昨天的文章因为写到一个人的离史 被提示各种的违规 文章无法发出 后来多次更改 虽然发出去了 但很多话已经被我删除 无法说给朋友们了 我知道昨天 因为同样的事 有我类似遭遇的人 还有很多 比如有些人的文章 已经发出 但被认为违规 之后仍然被删除 还有一些号主 因为对那个人的去世 多说两句 可能因为说的东西不可时宜 已经不能发文了 所以啊 我不会就那个人的离世 再发布任何意见 再讹了死 民众顶着压力 冒着风雪 发起了纪念 当然 俄警方也在抓人 到目前为止 仅仅俄首都一地 就已经抓捕了 15名悼念者 说实在的 目睹和经理这些 心情难免低落 但是 不会坚持下去 没有什么能真正阻拦人类 对文明正义和良知的追求 2月16日开始 乌军从阿弗迪布卡 逐渐的撤退 而撤退也是艰难的活 乌军不是一窝蜂的撒牙子跑 而是有序撤退到 第一道防线 重新设置防御阵地 之后 还有第二和第三道防线 随着乌军逐渐撤离 俄军占据乌军之前的阵地 新的防线 将在未来几天内形成 此次 乌军战斗力最强的第三突击率 前往阿弗迪布卡结尾 协助撤退 并不是之前认为的 死守或者进攻 第三突击率 之前发布过在胶弹厂地下隧道的照片 之后 从胶弹厂撤走 俄军趁机 夺取了胶弹厂 乌军第三突击率发言人 鲍罗廷称 大多数部队已离开阿弗迪布卡 没有大规模俘获乌克兰士兵 不过 鲍罗廷表示 第三旅已撤退 已做好防御攻势准备的阵地 没有收到乌克兰士兵 大规模被俘的报道 不过 罗罗廷指出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因为乌克兰国防军 从阿弗迪布卡撤军的过程尚未完成 塔弗里亚作战和战略部队发言人表示 自2024年1月1日以来 俄罗斯在包括阿弗迪布卡前线在内的 塔弗里亚作战战略集团责任区 损失两万零五百名军事人员 乌克兰从阿弗迪布卡撤军时 并未遭受重大损失 在物流补给线被切断 但要缺乏的情况下 乌军从阿弗迪布卡交替撤退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安全撤离 塔弗里亚作战和战略部队私立 亚历山大塔尔纳夫斯基承认 大部分主力已经撤走 在撤退过程中 有一定数量的乌克兰士兵被俘 乌克兰相关机构将呼吁 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和中介国 确保俄罗斯人道的对台战俘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DIU城 根据撤离命令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DIU军官 以及特种作战部队保卫 并开辟撤离通道 掩护第三投机率 DIU25突击营和第110机械化旅 安全疏散撤离 俄军不断使用战机轰炸撤离的乌军 大概是认为乌军缺乏防空导弹 但可能得意忘形 一次被乌军掩护的防空系统 记录了三架战机 二十七日上午 武漢空军司令 奥列石球各程 乌军在东线摧毁三架俄罗斯飞机 包括两架苏三四战斗轰炸机和一架苏三五战斗机被击落 在乌军空军报道三架俄罗斯战斗机被击落后 俄罗斯承认仅损失一架飞机 乌军空军司令 奥列石球各拿出证据 反驳俄罗斯的谎言 并列出俄军飞行员弹射的信号地点 对俄罗斯通信的无线电拦截显示 至少有四起弹射时间 苏35S是单座飞机 而苏34是双座飞机 意味着有五个俄军飞行员 俄方称一名飞行员已被找到 其他飞行员正在搜寻中 这足以显示俄军被击落三架飞机 奥列石球各还建议俄军 到以上信号地点找自己的飞行员 俄军对阿弗迪沃卡的攻击持续近十年 最近五个月不计代价持续攻击 在乌军撤退追赶时 又被击落三架战机 这损失真不小